而读者会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或者是困难 是什么呢 除了个人的成见 或者是忽略细节的这个人性本能之外 还有一个是不自觉的 来自于我们每一个读者作为一个个体 他出生之后从小到大耳濡目染 而因此视之为天经地义的时代价值观 就此而言 那更是每一个读者呢 很难去意识到 也很难去抗拒的一部分 我想恐怕甚至比忽略细节 或者是呢 比所谓的流于意见层次 都更加来的难以克服的一道难关 那就是呢 读者他所背负的 而也已经深入到他的血脉里面 变成他生活行动言谈各式各样的自我呈现的一种判准 那就是呢 他所吸收到的时代价值观 我们活在一个真的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的时代里 所谓的过去指的就是中华地质的这一种传统制度 也就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 社会文化以及思想价值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的传统 这样的传统跟我们现代的断裂 那真是天壤之别 这样的一个天壤之别的距离 也是我们再重新回过头去接触 具有传统背景的经典文本 最难以去克服的 因为我们很难免的 会想要在里面去找到符合我们价值观的 而以此来肯定他的进步性革命性跟他的经典性 那么对于其中所保有的传统性的部分 我们呢会选择性的忽略 因为既然是一个伟大的经典 他为什么会那么保守 他怎么可能会违背我们现代的价值观呢 换句话说 我们是用现代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判断标准 来衡量所谓的经典 这么一来 我们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种 已经律古的不自觉的意识形态中呢 那这个现象事实上也几乎是在所难免 因为人总是活在他的时代空气里 他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底下去 形成他现在的意识内容的 所以呢就这个现象 心理学家弗洛姆也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点拨 他说每一个社会会排斥某些思想和感情 使之不被思考感觉和表达 以至于有些事物不但不做 而且甚至是不想 换句话说 我们不但不去做一些我们所排斥的某些思想和感情 甚至呢我们连想都不想 因为他已经完全不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内 那么尤其中国在经过百年以来 剧烈的历史变动 剧烈的断裂之下 我们确实呢已经天经地义的认为 有一些思想感情是可笑的 是封闭的 是所谓的 吃人的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如何还可能以同情的理解去接近他 去欣赏他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必须要追踪一下 了解到说 我们所阅读的是《红楼梦》这部经典 而不是一般性的世界经典 那么《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学的经典 那跟我们的现代人之间到底有何鸿沟 我们究竟在现代与过去的连结的 这个接轨过程中会遭遇到的历史难题 又究竟是什么 那么这个我们追踪之后 也许可以简单扼要的说明几点 那么当我们在面对《红楼梦》这一部 续写上层阶级贵族文化的 这样的一部小说时 我们其实很难意识到 我们不自觉的去抗拒其中 事实上是作为核心 甚至是作为整体框架的那个部分 那其实就是非常传统的伦长 那么作为皇家的延伸 这个是一个王府阶级的一个故事 所不可能避免的 也甚至可以说是构成它的根本的 但是由于我们活在现代的 自由平等的空气里面 我们不能理解它 因为早就在一百年前 一八九六年 清末的谭四童 他早就在他的人学这篇文章里 高唱着一个重要的名言 而影响到后来的五四精神 那就是冲绝伦长之网罗 他认为伦长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如何是比较完善的 比较好的一种对待之道 那么这样所构成的伦长呢 它是视之为网罗的 在冲绝伦长之网罗 这句话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 他认为伦长它就是一种束缚人心 压抑人性 让人不能自由开展的一种负面的东西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网罗 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剧烈的变动之中 他以一种革命性的 那么要扫却这些压抑人性的障碍的姿态 以冲绝这么激烈的字眼 来表达对伦长的反抗 那么伦长就此被定位为一个负面的东西 因为它会阻碍人性的开展 它会限定人个人的自由 它可以抹杀存在的幸福 那就是因为在一百年以来 西方价值观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 我们总认为个体才是最重要的终极价值 个体的幸福也可以说是第一优先的考虑 凡是阻碍妨碍或甚至压抑 这样的个体自由 个体幸福的那些外在的规范 都是错误的 也都是应该要反对 甚至要加以突破的 这样的一种冲绝伦长之网罗 在1896年被文字凝聚之后 也形成一种横扫一切的一种思想纲领 于是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 所谓开封器之先的胡适先生 他也宣称 那么面对过去呢 我们要重新固定一切价值 那什么叫重新固定一切价值 那就是一切传统的价值 都是要重新检讨 那么要重新检讨的前提 也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错误 甚至呢他们根本就是错误 否则没有重新固定的必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清末明初以来 那么已经高唱 而且席卷整个中国思想界的 反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 一直延伸到今天 荡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 早就已经被奉为自由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前驱者 而谭四彤先生的这个冲绝伦长之网罗 也很不自觉的就形成 我们面对传统的态度 这也就构成了佛洛姆所说的 所谓的传统跟伦长就变成我们现代人呢 所不去想也不去做的那些思想和感情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既不想也不做 那么我们如何了解伦长或者是传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我们既然对他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够看出他的价值在哪里 然后他的价值又如何跟红楼梦那个世界连结 那红楼梦跟传统的伦长价值究竟是对抗的 还是其实是将已相成的 还是缺之不可的 这个都不是我们在不做也不想传统的思想之余呢 所能够判断的 这么一来我们对红楼梦事实上隔阂就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们对红楼梦所奠基的根本 那么是一无所知 甚至呢本能的加以排斥 那这么一来我们对红楼梦的这个距离 实际上呢就有待大力的克服 而这个克服呢 我们要搏斗的对象 竟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而不幸的是呢 这百年来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冲绝伦常之网罗 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反传统思想 那么他还有更磅礴的一个席卷全球的思想主流 那就是西方所产生 也不断的向外扩张 而现在变成全球化的一个思想领导 那就是个人主义 那么这样的一个个人主义 其实也就是明末清楚以来 反传统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么到了现在 我们在政治制度的重大革新之后 有所谓的自由民主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个人主义更获得了主流的一种终极价值 我们相信每一个个体都是最重要的 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增进个人的福祉 以及呢去促进个人的自我实践 这样的个人主义 背后当然有很深厚的 在欧洲文化几百年来的一个发展 跟他的这个历史背景 然而他目前已经变成了全球化的一个引导性的思潮 那么他对于我们要去回到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脉络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实际上对于西方的学者 西方的思想家来讲 他们同样在关心全球性的问题 他们在关心这样子的一个全世界的思想流通 以及他对不同民族文化所造成的冲击是什么 这也都是他们所关切的对象 以至于他们也反省到 那么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所发展出来的个人主义 是否可以适用在 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之下的文化与国家呢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可以来引述法国的哲学家路易杜蒙 他其实呢 对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一个看法 他指出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崛起 实际上是不可以用来取代 其他社会本身的思想范畴的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近代个人主义 这个思想是预设了自由与平等的概念 但是近代文明跟其他文明与文化的根本不同 就在于所谓的自由与平等的概念 并不适用 也并非别的民族与文化所固有 尤其是西方近代个人主义 以及他背后的整个近代文明 其中所充斥的是一种很独特的思维 这种独特的思维在哲学的术语里面叫做唯明论 那么什么叫唯明论呢 路易杜蒙简单的说 唯明论是只承认个体的存在 而不承认关系之存在 他只承认个别要素 而不承认要素组群 意思就是说 他只承认个别的具体的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个体背后跟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加注重 也不承认他的存在 所以某个意义来讲 个人被社会真空化了 他变成了单一的 绝对性的一个存在个体 但是个体跟个体之间 个体跟群体之间 甚至个体跟另外的一些价值之间 那么这些就是他们所否认的部分 所以路易杜蒙说 事实上唯明论 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另外一个名字 或者说呢 他就是个人主义的一个面向 那换句话说 个人主义我们万文生意 可以知道说 他就是强调个人 个人的自主性 个人的自主性 个人的自觉性 但是问题是 个人他绝对不可能单一的存在 他自始至终 就注定要跟许许多多其他的人 以及呢他所成绩的文化传统 必然发生关联 那么如果我们就横向移植 那么在跟我们的传统的传承间 以一种断裂的方式 直接移植这个个人主义 固然可以造成我们现代化的进展 也可以让每一个个体 得到了超乎过去 所能够享有的幸福 然而这会不会也不自觉的 就造成了我们去理解过去 在跟过去衔接的时候 就会面对到一种 无法克服的断裂的鸿沟呢 面对到这个问题 这真的是恐怕比起 要克服人性弱点 要更加艰巨的工作 因为我们对抗的 已经不是个人的人性弱点 我们要对抗的甚至 是我们整个时代 协以为常 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 而我们很难去了解 在我们所抛弃 甚至呢所厌恶的传统里 也有他们所认为天经地义的价值 我们所反对的 可能是他们所肯定的 我们所追求的 事实上呢 是他们那个社会里 所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都有时代非常复杂的因素 而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观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要抗拒 我们的时代价值观的时候 这说实在的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 因为我们已经会面对到 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 具有同样价值观的人们的反对 那这个对个体来讲 这当然是更行艰巨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对抗自己 我们还要对抗整个时代 而这对一个单一的个体来讲 那又是多么的艰困 有谁能够虽千万人无往矣 有谁能够以个人的力量 那么勇敢的去接受群体的反对呢 甚至西方还有一句话说的好 人是这样子的 他是在反对他的人当中迷失自己 是在肯定他的人们当中 那么得到自我实践 这段话非常正确的告诉我们 人事上是必须要在他所属的群体当中 去面对自我的成败 那么既然他要抗拒周遭的群体的主流意见 会导致自我的迷失 因为他要有足够强大的心智 才能够不断的接受反对 那么但是有几个人 是真的可以在心智上锻炼的够强大呢 所以这是我们读者 除了要面对个人的一种人性弱点之外 真的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要停留在 popular opinion 我们不想停留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很轻易 就会停留的那个意见层次 只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假如我们真的不愿意停留在这个群体 所形成的一个普遍尝试里 而愿意迈开步伐 进入到知识的那个阶层 那么我们也许就应该要有独自奋斗的勇气 至少在我们的内心要清楚的知道 追求真理永远只是个人才能够选择的道路 那么勇敢的踏上去固然会受到很多的打击 可是它也许可以让我们看到真理的光的闪烁 对我们的符号